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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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乎了我们办案临警的预料 现在在那等候轮 等候轮的时候刚停下来没有多长时间 我就听到我的车后面就慌张于是撞了一段 被撞的是中型自协货车 最后的车子是中型半管车 我的车子没有省事 他的车子降车室被撞得比较狠 是一起简单的这对车 当天是阴雨天气 雨虽然不大 但是路面已经潮湿 前车与红灯停车 后车刹车不及撞了啥区 后车略有损伤 两车均无人员伤亡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就在办案民警对现场做完初步判断 准备对双方司机进行问询的时候 却惊奇的发现 这起看似简单的交通事故 其实并不简单 前车驾驶员找到知情的民警 报告了一些简单的事故情况 这时候民警在去来到后车驾驶室的附近的时候 发现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没有人 这样一个庞人大物 怎么会没有司机呢 难道是无人驾驶 我说怎么就你一个驾驶人 我说还有一个驾驶员呢 他说那刚才驾驶员还在这儿呢 然后我们就去找 在现场找 没有发现驾驶员 我们意识到有问题 既然前车司机刚刚还看到了后车的正副驾驶员 那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驾驶员会去哪呢 驾驶员到前面的红绿灯路口去截着 就把一个胖的驾驶员接回来 请你签个票 还有一个瘦的驾驶员 穿黄颜色皮衣的瘦的驾驶员 在草丛里面打电话 就两种考虑 要么就去后驾驶 要么就没有驾驶自制 面对警方问询 胖手二人相互指责 警方该如何找到肇事司机 本周生死时速 为您播出到底是谁 掌握了这一情况 巴尔民警立刻将后车两位驾驶员带回 准备对他们做酒精检测 然而事情似乎又有了新的疑点 因为他们双方 就他们两个人 不管是谁开的车 都可能涉嫌酒后驾驶 因为他们身上的酒味还是比较浓的 我们就带着这个抽了血 正像民警分析的那样 后车驾驶员是因为酒后驾驶 所以才在警方发现他们之前 逃离了事故现场 经检测 胖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23.1毫克 瘦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164.1毫克 瘦的驾驶员达到了 最有驾车的标准 胖的驾驶员达到了 饮酒驾车的标准 检测结果证实了警方最初的判断 两人都喝酒了 并且一个是酒驾 一个是醉驾 那么事故发生时究竟是谁开的车呢 我从车上下面到后面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一个 跟我差不多的胖子 他坐在这个站驾驶上面 我们就问你这个车子是不是离开的 那个胖子驾驶员就适合否认 你们两个没有一个人是驾驶员 是不是 那我不清楚 你问了 反正我不是驾驶员 肯定是他驾驶员 你还有一驾驶员 我肯定有驾驶员都是驾驶员吧 你A几个 我是AI的 后来就问这个瘦的那个 就是瘦子驾驶员 你是驾驶员 我不是 驾驶员那几日吗 我是小车的 小车 睡一着 没开过大车的 案件发展到这会儿 相信您跟我一样 一头雾水 胖子说是瘦子开的 瘦子说是胖子开的 他总得有人开啊 究竟是谁开的呢 如果是胖子机开的车 他的驾驶证没有问题 仅会因为酒驾被处罚 如果是瘦子机开的车 首先是醉驾 其次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不符 那么肇事司机到底是谁呢 因为这人指证胖子驾驶员 胖子驾驶员也有 反而我怀疑他的可能性大一点 两个人都喝酒了 而车上又没有第三个人 到底谁是驾驶员 现在道路监控 是我们交警在交通事故 取证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书港大道是一条新修的马路 还没有安装监控设备 那么究竟谁是肇事司机呢 那那个驾驶员 这个两个人是哪个开车子的 你指认一下 请你指认一下 这是那个那个 这个人有没有开车子 他坐哪边的 他坐在副驾驶 你看一下里面那个人 是不是刚才坐在驾驶室上的 对 是不是他 对 就前车司机的指认来看 就是胖司机开的车 从驾驶证的类型来看 胖司机的驾驶证 跟这个车型更匹配 从他俩的饮酒情况来看 胖司机喝的比较少 开车的可能性比较大 种种迹象表明 胖司机的嫌疑较大 那么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为了精神起见 罢案民警将他们带回 事故中队分别询问 在这个过程中 警方明显感觉到 对于到底是谁拿的 事故牌这一问题 胖少二人的回答 产生了分歧 我是在副驾驶位置上坐着了 当时玻璃前面玻璃裂了 但是煤也打不开了 我就着急找那个三角盘 我打这边车面 当时梦了 打这边车面打不开 然后他说那边也打不开 我最后给牌子递回他了 我手上提着故障牌 从他那边跳下去了 你打车门的时候 已经故障牌已经找到了 没有 先是打车门打不开 然后说是拿故障牌的 然后你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 故障牌没了 拿了拿了 忘记了 你忘记了是吧 拿了拿了 好那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他说要不你坐过来吧 我说我也喝酒了 然后他说那边玻璃能打开 然后从那边跳下去 然后我就往他那边走 就玻璃摇下来往下跳了 就跳下去了 又把故障牌忘了 你不是这样绕过 我没有绕你 你自己在绕自己 故障牌呢 你是抓在手上 连故障牌带人一块摔下去的 不是不是 是我下去 他给我拿的故障牌 到底是什么 你看你自己 如果记性不好 就千万不要讲假话 因为你讲了假话以后 你就忘了自己 刚才说了什么 从中再来一遍 再说一遍 让我坐过去 我说我也喝酒了 我也不能往后坐 然后他就往后退了 我说那边能下去 我下的时候 他说把故障牌也带上 当时也有点懵 拿故障牌的时候 我其实我先下 那个不好下 车子太高了 我下去摔了一跤 他把故障牌也是我找好的 你找到的 还是我拿出来给他的 他并没有找牌子 那个前面那个驾驶员 看见我了 他竟然认识我是驾驶员了 我现在叫你黄河 都洗不清我自己的罪名了 证据面前 胖少二人依旧的爱 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他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说是几乎不认识 本周生死实促 为你播出 到底是谁 尽管现场的一切线索 都把疑点指向了胖司机 但是胖司机在民警的询问过程中 却并没有什么明显披露 倒是受司机的一些表现 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 我们在给瘦子做笔录的时候 瘦子一直是低着头的 而且就是眼光 就是眼神就互闪互闪的 像左右 就眼珠左右转 目光也不敢直视我 胖子在写陈述材料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让他写那个陈述材料 他专门在底下写了一句说 补充驾驶员 补充驾驶员强 其实那个瘦子叫金磊 他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说是几乎不认识 瘦子在我们把这些疑点 向他追问的过程中 渐渐的他就承认了 是其开酒后驾驶发生的事 尽管金磊承认是自己开车了 但是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解开 按照咱们常理分析 假如两个人都喝酒了 开一辆车会给谁开呢 通常是给那个喝酒少的人开 而胖子正是那个喝酒少的人 而且胖子是A2罩 可以开半挂车 瘦子是C1罩 根本就不具备驾驶半挂车的资质 另外胖子是从左侧车门爬出窗外的 如果不是他开的车 他应该坐在右边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更重要的是前车驾驶员 亲眼看到胖子是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种种迹象表明 胖子开车更符合情理 但是瘦子却承认了 这难道是顶包 撞了车了 两个人都蒙了 然后他先说 你坐到我这边来 让我顶他一下 我说这个我也喝酒了 我也不能顶你 然后他说这边能下车 说把固扰块插起来 就在我往那边过的时候 我过到那边座位上的时候 前面前车 正好前车驾驶员下来 看见我在那边了 警方在对胖兽二人 关于事故牌的询问 没有得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由于胖兽二人 是在事发地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吃饭后 才开车出发的 于是警方决定到停车场查看 试图找到一些有利的证据 我们调取了车辆出停车场的照片 虽然看不清驾驶员的脸 但是很明显能看清楚 他的左半边身子 是穿着黄颜色皮加特的 然后我们就最终确定是 受着驾驶的这个质量 至此整个事故的全过程终于水落石出 2014年1月7日中午1点多钟 惊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寿司机 酒货驾驶半挂车去拉货 身为同乡 并且也喝了酒的李峰 就是所谓胖司机 虽然胡认识金磊 但由于跟金磊的老板是朋友 便在朋友的请求下陪同随行 在车辆行驶至书港大道的时候 撞上前方正在等红绿灯的自协货车 事故发生后 金磊由于害怕 再加上根本没有A2驾驶 便指认李峰是驾驶员 在警队上演了一出 伤人又伤己的闹剧 南京市七夏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金磊因为在道路上醉酒 无证驾驶机动车 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一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尽管警方弄清了事实的真相 没有冤枉李峰 但是李峰真就这么清白吗 希望李峰通过这件事 也能反省一下自己 因为他跟金磊啊 就在一个饭桌上喝酒 他明知道金磊要开车 却没有劝阻他不要喝酒 而且喝了酒之后 也没有劝阻他不要开车 甚至他还坐在了金磊的车上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这个道理我估计谁都懂 但是我也相信 依然会有人明知故犯 以身是法 刚才在路边上一阵车子 看到我们有民女在这个地方 蓝车检查的时候 突然一下就放编了 好 这个是带着它走着走着 突然就钻在草丛里去了 你帮河里跳干什么 你为什么帮河里跳 我确实不得被皮 没事 喝多少 咱们要一会儿要测试的 盘住 轻轻要用 我得轻量 我得轻量 等有什么用呢 轻量停 盘住对 不停 不动 吹气啊 我更单 撒 不要停 不动 Pepper 不要停 不要间断 吹吹吹 sink 吹吹 吹吹nsinn 吹 몇 吹 脆 吹 别 tambõ 不要吸 他的处罚是驾照要扣满12分 占扣半年 并且并处1000元罚款 喝这个二两 什么酒 没有 大英雄驾驶的标准 对 现在酒零驾驶 这是酒驾的 我从对面飘飘 我掉了嘴巴 不然吃饭 非常危险 你不要多喝一点 就达到醉价 嘟嘟显示 你心里画不画 我看那里面我都画不 现在你踏实了 踏实 这是发生在内蒙古 厄尔多斯市的 一级交通事故 一辆出租车 与一辆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 2013年3月6日 下午18点左右 崔某驾驶着 一辆电动自行车 并且载着一位男士 沿极牢进入 游北向南行驶 当行驶至十字路口时 与一辆游西向东 行驶的出租车 撞个正着 崔某受伤 两车受损 事故是由于 电动自行车 闯红灯造成的 在此平安365提醒您 电动自行车 不能载人上路 车辆通过十字路口 一定要按灯行驶 不能床灯抢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